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从个人到家庭 从社会到国家 以至于整个地球都唤起正向能量 串联闪的影响力 为了推广这项运动 我们持续收集各领域的良心故事 期盼能带给大家实践良心的灵感 首先我们来听听家乡位于新北市共疗区 卯奥湾的顾问师 他发挥良心 守护故乡 请收了出让美丽自然得以存续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太极门弟子江明显 练武之人 守重行侠仗义 保护家园 新北市共疗区 福连离马奥湾 是我的故乡 一百多年来 是一个风景秀丽 海天一色 海域资源保护最完整的地方 也是福迁者的圣地 一百零八年六月 这就是美丽的马奥湾 福迁圣地马奥湾 内政部营建使一旨公告 将此区域变更为游艇码条专用区 就这一块 这个就是它的公告内容 而且公告是在七公所的公告 都没有通知马奥当地的居民 所以在知道要将马奥湾海洋资源保护区 变更为游艇码头专用区以后 我们就联合所有的当地的居民 在一百零八年七二十一号 成立抢救马奥湾 反对兴建游艇码头自救会 并立即联署 短短三天期间就有一万多人现场联署 透过网络联署的有三十一万人 7月21号当天我们透过黄国昌 瑞芳办公室的秘书志强兄 黄国昌立法委员立即答应 在7月25号接受马奥当地居民的陈请及抗议 并在立法院召开公听会 当天出席人员由内政部营建署署长 以及东北角风景管理处的处长 经过双方当面沟通后 获得正面的回响 东北角风景管理处陈秀美处长 在7月26号立即发文内政部营建署 将马奥湾这十公顷的海域 恢复保留为海域资源保护区 所以为了继续保护美丽的马奥湾 以及马奥跟马刚的石头处的文化 我们成立了新北市三雕角文化发展协会 来保护三雕角的宜村文化 推动生态的永续发展 以及推动宜夜观光 这个活动结束后 黄国昌也亲临马奥湾观看 肯定这一次的救援行动 内政部营建署也在110年的2月8号 正式修正公告马奥湾为海域资源保护区 这个救援活动算是非常非常的成功 这个要感谢我能够参与这一次的 拯救马奥湾兴建游艇码头 是因为多年来在师父的心讨之下 知道为所当为 部位家园 必须靠智慧 劫心跟勇气 感恩师父 谢谢师父 谢谢明贤 如果我们像故事中的明贤 面对国家机器庞大势力时 是不是也能够有勇气 团结众人一起坚持做对的事呢 良心给了明贤智慧与勇气 我相信线上的你也可以 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是 资产管理公司的执行长 他以一颗良心助人的心 帮助了一位来自非洲刚果的神父 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有一位非洲刚果的神父 他非常的爱台湾 在台湾已经待了三十多年 每一天都很忙碌 做绳子的工作 还要去照顾形形色色的 各式各样的弱势族群 比如说在九二一地震 跟八八风灾的时候 他要一个人开着吉普车 然后呢 跋山涉水 那把一些食物啊 跟饮水啊 就送到山上 给那些受困的 这些原住民吃 那虽然他对台湾是很熟啊 可是呢 他对行政机关是非常的不熟悉 往往因为他本身护照的问题 还有签证的问题 有时候延误了 那他必须很匆匆忙忙的赶紧啊 买机票啊 到日本啊 甚至到钢国啊 去处理 所以造成他非常大的困扰 那有一天呢 他就请我帮忙 看我能不能协助他 于是呢 我就陪着他到各个机构啊 去往返啊 去看看有没有办法 帮他怎么申请 后来想到最好的方法呢 是让他变成台湾人 于是呢 我就这个到移民署啦 新北市政府啦 还有他过去 真正对台湾的攻击表现 那特别帮他申请 结果呢 他真的啦 政府就给他一个国民身份证啦 那同时呢 他就不用去担心 这个护照过期的问题 签证过期的问题 所以他就很省心了 可以全心全意的 去做一些助人的事 还有绳子的事 那我想这件事情呢 等于是说 我们花了一点点的时间 然后呢 那帮助这个良心人 让他能够做更多的善事 那我想这应该也算一个良心事 这是一个好美的故事 善行一个接着一个传递 就像回力标 诸伦者最终得住 莎士比亚曾说 慈悲是像甘露一样 从天上降下成事 他不但给幸福与收拾的人 也同样给幸福与施语的人 第三位分享人 是一位退休的中学老师 要来跟我们分享 他与学生之间的故事 我的良心故事 良心发现 一趟智慧寻根之旅 我们常说良心发现 良心到底是什么 何时产生作用 良心又有多重要呢 我从中学老师退休后 首要担任课后写作教学 算是退而不休 在太极门修炼器功多年 我从掌门人传授的阴阳智慧 受用不尽 受到师父洪道子博士 提倡用爱与良心 促进和平文化的影响 我在写作教学时 也积极地引导学生体认 并探讨良心如何广泛运用 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说 良心看不到 良心是虚拟的 良心是做人要诚实 良心是对得起自己 的确啊 良心看不到也摸不到 但是却从行为上 真实感受得到 尤其在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 良心容易被遮蔽住 导致做错事而不自知 往往在事后检讨时 才会幡然醒悟 做得不对 但是等到良心发现时 一切就太晚了 相反的 我们要超越自己 实时守护良心 良心就像指南针 能够指引对的方向 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 这就是智慧 我会以自身经验告诉学生 有时遇到摊伤或是店员找错钱 就赶紧退还给对方 也改掉经常爱捉弄昆虫的毛病 像是把毛毛虫翻肚子 把寄居蟹换壳等等 这些小毛头一听啊 立刻检讨我 于是 在与孩子们探讨良心行为后 他们写下了各自的故事与反省 小颖嫉妒同学的成绩超越她 就用错误的 没有效率的读书方式误导同学 让同学考不好 后来良心不安的她 对好友深感愧疚 幼晨小时候呢 常常爱乱跑闯祸 某次撞破了百货公司的大花盆 回到家以后受到妈妈的责罚 夜深人静时 她深切反省后 从此良心就会适时提醒她 不要再盲撞 逐渐减少了闯祸的次数 我的师父洪道子博士说 人权本天父 良心本天生 因此 我告诉这群青少年 人一出生就享有人权 人权就是不以大欺小 以强欺弱 不任意侵害别人 而要以对等尊重的心态 与人和谐相处 校园就没有霸凌事件 家庭暴力也会减少 长大后就不会欺负别人 尤其担任手握公权力的官员 更是不能滥权欺压人民 否则良心会受到谴责 无论谴责是来自于社会 人民或是自己 都是对纯洁灵魂的污染 所以守护与生俱来的良心 非常重要 我和国中生的年纪 相差快半个世纪 如果良心是希望 我必须快快把希望的种子 种在孩子们的心上 帮助他们的心智健全发展 良心是智慧的根源 这条寻根之路 我将继续陪伴青少年走下去 红道子博士曾经说过 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 启发人们良善本心与自我觉醒 行锁个人乃至未来社会的样貌 每个人从出生到终老 最重要的就是良心教育 唯有以良心为本的教育理念 才能为纷乱的事局找到出路 为地球与人类的永续发展 挽回生机 如果你也是家长或教育工作者 希望今天每回的故事 能对你有所启发与帮助 疫情期间 我们也想应政府防疫措施 广邀国内外医疗心理生理等专家 共同研讨 将防疫保健的资讯 结合生活的议题 制作防疫大作战影片 协助大家了解 如何强化身心灵各层面的防护罩 一起来欣赏 防疫大作战 话说有一天 小孩在家玩耍打到水杯 小美瞬间脾气暴冲 搞什么小剧 跟你说在家里玩耍要小心 每次都搞破坏 天啊 都是你害的 起得我胃痛 胸门 别哭啦 把这里收一收 让我休息一下 小美因为疫情的焦虑 情绪不稳定 孩子的一点错 让她崩溃 此时 小美身体的器官和细胞 到底发生啥事 哎哟哎哟 我最胆小了 小美一生气我就扭成这样了 怎么这样 被纯状上气不接下气的 气都上不来了 天啊 我有些管都收缩 两气都咬笨 有发生都心的 小美心你还好吗 小美生气 我 我终于 我会骑去控管 找到我吃 老祖宗的智慧 做 皇帝内经 心就像是异国的国王 统于身体的各个器官 相互协调合作 脑 掌管资讯处理 传递正确的讯息 到各个器官 许多病痛起因于心 发怒则气冲伤肝 小俊 醒悦的时候 气血通畅和顺 小俊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90%的疾病和情绪有关 负面紧张的情绪 让免疫系统混乱 新冠病毒使我们熟悉着生活被迫改变 大家的情绪变得相当不稳定 让病毒有机可乘 来吧 让我们学会做自己的情绪主人 永远用正向态度面对所有事情 让我们再看一次 同样的剧情 不一样的正向小美 我不应该随便发脾气 深呼吸 好好说 小俊 在家里玩 要注意哦 把水给擦干净了 妈妈 你不生气的时候好美丽 你气好 气息好 身体好 没烦恼 天天呼吸深云长 气足不慌精神好 天天不紧张 洗手消化营养好 天天不动怒 排毒免疫代谢好 天天好欢乐 免疫细胞团结好 心脑合作永健康 身心和谐活力好 天天心情脾气好 神清气爽智慧高 我们的心也是良心 发挥良心做好事 感恩知足 创造更多快乐急速 提高免疫力 打造一个身心灵平衡的 超级防护罩 防疫大挫战 老门三步五多六绝招 新冠病毒影响整个人类的生活 它的变种速度相当快速 我们不必惊恐 但要做好内外防护 增强身心灵的免疫力 来吧 让我们相互提醒 一起做好 三步五多六绝招 三步 不紧张 不忧虑 不生气 五多 多洗手 多和温开水 多欢喜 多运动 与多防范 六绝招 请洗手 戴口罩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避免触碰眼睛口鼻 做好呼吸运动 提升肺活量 与维持正向思考 防疫新生活 我们秉持良心与诚实 一起共同努力 希望疫情快快结束 就可以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 身心健康 头好 壮壮 增加内外防护 保护自己 保护他人 也是一种良心哦 喜欢我们今天的良心故事吗 请帮我在影片下面按赞留言 并将他分享给你更多的亲友 加速善的循环 让我们一起成为良心英雄 我的良心小故事 我们下次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iskuss 不分 decid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一起来 啊 手起手 心愿心 守护着信号时代 啊 手起手 心愿心 守护着信号时代 啊 手起手 啊 手起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